有消息指出台积电正在接受美国商务部的调查 原因是美方认为台积电可能违反出口管制 据了解美国不仅认为台积电可能帮华为生产智慧型手机晶片 还帮华为设计人工智慧晶片 由于华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担心可能被中国军方获得5G和人工智慧晶片 有国外科技媒体报道指出 如果确定台积电确实违反了阻止华为获得尖端晶片的出口规定 它可能会失去第一大客户苹果制造晶片的能力 由于三星的代工良率很低 苹果若失去台积电供货 这对苹果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针对市场传言台积电发声明澄清 为了遵循法规的要求 台西公司从2020年9月中旬起就不再向华为出货 也有完备可全面监控和确保和规定的出口管制机制 如果认为有任何可疑情形 会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合乎相关法律 包括进行禁止调查 并在需要时主动与客户和主管机关等相关单位沟通 目前台积公司并未得知成为任何调查的对象